随着老黄的RTX30系列正式发售 不少玩家为了可以在Cyberpunk 2077发售前陪着一台全新主机 纷纷前往各大厂商的官网和电商平台抢购RTX3080显卡 但结果却发现正式发售变成了预约购买 出现了钱准备好了卡却没有的尴尬局面 不少玩家开始炮轰厂商 趁他们又开始耍猴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30系显卡一片难求呢 下面就请跟随超级客一起来了解一下 如何购买RTX30系显卡吧 众所周知 目前各大电商平台任何新品的发售都要经过提前预约 然后按照官方公布的时间正式发售 但老黄的三粒系显卡却与众不同 下面我们来捋一捋事情的经过 根据不少玩家反馈 在正式发售前的几个小时里 不少厂商都公布了自家显卡的价格和准确的发售时间 并且在询问相关客服后 确认是9点可以下单购买 所以玩家们都守在购买页面等着下单给钱 原本的无货进购页面却突然变成了预约购买 而等到正式发售时才发现根本不能买 本以为还可以抢到其他厂商的显卡 可是为时已晚 基本上所有的玩家都没能如愿购买到自己心意的显卡 于是纷纷骂厂商 你预约就预约为什么要提前说是正式发售 这不明摆把我们玩家当猴耍吗 某米知乎内行 言归正传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三粒系显卡正式发售时成一片难求的情况呢 那就是三粒系显卡的货源本身就严重不足 根据小道消息称 目前国内的RTX3080显卡不足1000片 在分到各大厂商的手里 每家不超过30片 更何况一部分拿去做了测试 还有一些被奸商抢走了 以高昂的价格来割取玩家们的韭菜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甚至就连国外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根据美国网友爆料称啊 目前所有网站的RTX3080显卡均已高兴 不少黄牛在抢购后 以高达1299美元的价格卖给玩家 如果货源充足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必然不会发生 除此之外 目前部分厂商也推出了显卡已旧换新的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玩家们在拆旧显卡时 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保障 但需要理性分析一下 目前折旧显卡的价格实在太低 不少核心相投规格相同的显卡 折旧价格确实一致 甚至还低于了某二手平台不少 更何况厂商回收这些显卡后 是卖给矿产老板还是别有他用 目前还不得而知 并且这其中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考虑 所以作为玩家的我们 请妥善处理自己的旧显卡 如果觉得自己处理麻烦 当然也可以选择官方的已旧换新 如果想要得到一个正常的回收价格 请不要着急触手 等价格稳定后再考虑也不迟 总的来说 目前确实有太多的因素 影响三粒系显卡的手法 其一是货源不足 其二是黄牛奸商抢购显卡 然后加价卖给玩家 但最终这些情况都会消失不见 恢复正常状态 目前就连NVIDIA官方也对此表达了歉意 也承诺为应对巨大的需求 正全力出货 并会想尽办法打击机器刷单和黄牛的抢购 也希望RTX3080能尽快抵达玩家手中 据估计国内大批的三粒系货源 将会在国庆节前后 俗话说星级吃不了热豆腐 所以建议玩家先坐回等等党吧 给厂商们一点时间 不要让奸商和黄牛趁虚而入 不然吃亏的可就是自己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留言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 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